電商亞馬遜公司 在美國紐約市的倉儲員工 日前投票成立企業 內部的首個工會 而亞馬遜則是發出聲明 表示對投票結果感到失望 並且直指美國全國勞工關係局 可能對這一次的投票 又不當干預 投票結果出爐 以兩千六百五十四票 對兩千一百三十一票 同意成立亞馬遜公會 贊成票比例約百分之五十五 亞馬遜在史塔登島區的物流中心 也稱為JFK8倉儲的員工 高興慶賀 員工們認為基於多年來 亞馬遜的勞動條件 對員工構成威脅 這個投票結果 意味著美國勞工組織的一項勝利 勞權人士也立下里程碑 亞馬遜對這個投票結果表示失望 聲明指出員工與公司 建立直接關係 對我們的員工最有利 也正評估一些做法 包括提起異議 因為員工可能受到美國全國勞工 關係局的不當影響 未來工會談判人員得以跟亞馬遜協商 為員工爭取到更好的待遇 以及工作條件 亞馬遜曾多方阻撓 工會成立 二月下旬就曾報警將三位組織 工會的成員帶走 因為工會發起人之一史莫爾斯 當時已經不是員工卻任意進出 帶食物進員工休息室 兩位幫他的員工之後 也被警察帶走 去年發起組織工會時 獲得媒體大篇幅報導 總統拜登也支持 聲勢壯大至今才有這樣的結果 根據統計二零二一年全美受薪勞僅 百分之十點三加入工會 比例是一九八三年的一半 不過美國勞權聲張似乎正在擴大 今年一二月 美國工會組織投票件數 已由去年同期的一百零三件增至一百四十九件 星巴克至少一百七十家門市的員工 已發起加入工會運動 紐約時報投票加入 紐約新聞工會 Google光纖旗下承包人員 也才投票通過組織工會 紐時與Google光纖都擁有 跟雇主協商工作條件 以及勞資關係事項的協商權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